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不知道大家最近如何 夏天過得怎麼樣 今天我也是要跟大家聊植物 那主要就是要聊 我最新入手的一些植物 那這些植物呢 有些可能就是從別人那邊拿到的 或者是我自己去買的 或者是有時候衝動消費的一些植物 但是還是想要分享給大家 因為這些植物也是真的是非常漂亮 雖然說我們不是非常盡情拿到的啦 大部分其實可能就是兩三個月 或是更久以前拿到的 對 但是還想要跟大家來分享 或是update這些植物的情況 第一個是這個 單夜昼夜白鶴 他的英文叫做 spacifying domino 這個名字在英文超級特別 因為他的英文名 差一個字就變成達美樂的那個英文 對 他的名字非常非常酷 好像也有人說 他叫達美樂白鶴嘛 對 這個是半夜的昼夜白鶴 如果大家有看過 我之前在講白鶴的那一個影片 怎麼樣照顧啊 或者是有哪些品種的話 那時候我有想說 就是想要有一些不同品種的白鶴 那這個白鶴呢 這個品種真的是 比較少見的品種嘛 我是特別是在植物社團上面才有買到這個 半夜的 就夜的白鶴 他這個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因為他其實就是小小的 我那時候想說想要來個 迷你的品種 那這個迷你的品種 我相信他好像不是迷你的品種啦 因為網路上看起來應該不是 只是他現在的樣子 非常的比較小一點 跟我其他的白鶴比起來 我其他的白鶴都比較大盆一點 那這個算是比較小苗的啊 那之前呢 剛買來的時候有開一個花 那現在已經有寫了 那開那個花真的是 超級超級漂亮的 就是有點小小可愛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一款的白鶴的特別的點就是 他葉子是皺皺的 所以他才叫半夜昼夜白鶴嘛 然後半夜 因為也是有一些白色的 呃 斑紋在 所以 一般的白鶴它的葉型 就是它不會像這樣子皺皺的 是比較 比較光滑一點 那這個皺皺的也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他的那個斑色 不知道是不是我這一盆的關係 我覺得他的斑色有比較 多白色 就是還有淺綠色深綠色這樣子 看起來是 會比一般的白鶴那種光滑面比起來 因為它是皺皺的嘛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是更有層次一點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其實照顧的方式 跟其他的 白鶴也沒有差太多 就 一樣就是 塗乾的澆水 或是快乾的時候澆水這樣 然後 因為它這個是水苔種的嘛 盡量保持它的 濕潤度 然後大家看一下 最新的這一片 最新應該是這兩片葉子 超級細長 然後 白斑的地方超級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把它放在 陽光比較充足的地方 我把它放在幾窄的陽台 所以它的陽光接受 超級超級多的 所以可能它的白斑才比較多 說不定是有可能是這樣 因為 這種 白夜植物 如果你把它放在 太低光的環境 它會想要產生更多的葉綠素 所以它的 綠色的部分會看起來會比較多 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植物我也要生存 然後 看一下我這一個的話 就是真的是 超級無敵白的 超級白 好像在罵人 沒有 就是超級無敵白的 這樣子 然後 希望它可以 快快找它 好 這是第一個 半夜 昼夜 白鶴語 Sabasphan and Domino 下一個是 我想要這一個 超級超級無敵酒了 這就是 大家如果有看過 應該 完全知道這是什麼 就是 火候王 Anserium Vachai 或者是叫 King Anserium 如果英文有講錯的話 歡迎在底下 看我糾正 OK 應該是吧 應該是 Anserium Vachai 這一個火候王 真的超級無敵漂亮 大家看一下 特點就是 它的葉形是很長方形的 超級無敵長方形 大家看一下 長方形的這個葉子之外呢 它的頂部是比較尖一點 然後我這一個買呢 是在哪裡買呢 是在 7月在台中有一個展覽 我這也是要花劍直售吧 因為那時候看價格 突然就是 漲了好多 然後就買 那時候我買這一盆呢 是500塊 那我 到今天錄影呢 它現在又 更漲了一點 500塊可以買到更大的 所以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現在 這個價格是已經是很便宜了 然後 特別的就是它這個 波浪狀的 葉子 波紋狀 然後 大家有看過那個什麼 洗衣板 曼綠絨嗎 曼綠絨有一個叫洗衣板 它的這個樣子 其實我覺得火喝王 也蠻像洗衣板 曼綠絨的 就是火喝版本啦 它的 樣子就很像洗衣板 但是我覺得 講波紋狀好像比較好聽一點 就是把石頭丟到水裡面 然後它會 產生出那個 連漪的感覺 看就是它的這個 紋路 葉脈非常的 特別 超級無敵漂亮的 然後 我這邊還有 長出一個最新的葉子 最近才剛長的 超級超級可愛小小的 然後它長新的葉子的時候 會是比較偏咖啡色 不會像這樣子 是比較 綠色一點 深綠一點 然後 它的原產地是在 哥倫比亞 我自己覺得 好像不太需要幫它 這麼常澆水 因為我照顧曼綠絨一樣 就是我就是 今天澆水 然後我就全部一起澆 所以 它跟曼綠絨的澆法 其實是有點一樣 就是我會覺得 我的那個空間 大部分就是 那個時候就可以澆水 但我發現 它如果那樣澆的話 它會容易比較有水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哪一個比較 這一個很明顯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有一點 小水傷 有沒有看到 就看它的葉子已經 有一點 澆邊 然後 我就看起來就是水傷的樣子 然後有黃 黃黃的在那個澆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火鶴王呢 其實不用這麼常澆水 如果不喜歡澆水的人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 火鶴王 因為它真的真的非常漂亮 然後一片葉子也可以 看網路上是講說可以待比較久啦 對啊 所以 火鶴王也非常推薦大家 這個是我超級想要的一個品種 真的是超級超級無敵 漂亮的 終於買到了 因為以前 價格真的好貴 然後 去展覽 發現了真的 變得好便宜 然後就 終於可以買到 就 非常非常開心 對啊 然後它已經 7月到現在 我新片錄的時間 已經是9月了 已經兩個月了 兩個月內就長出一個新的葉子 所以就覺得 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 也長得非常非常健康 它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去看 這個火鶴王 Next one 這一個呢 是我 7月初的時候去花劍職手 大家知道那個花爺爺嗎 從日本來 然後 就有聽人講 送這一個 然後還有送一個盆氣這樣子 又非常非常剛好 我沒有這一個植物 然後那時候 拿到的時候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植物 好像從來沒有看過 然後查一下 然後才發現 原來就是 撒金曼綠蓉 The Dungeon Painted Lady 這一個植物 真的超級美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耶 我以前居然沒有就是 看過這個植物 還是說 以前有想要買這個植物 好像很少看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就是 其實它好像蠻常見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直會忽略它 可能 就是大家討論度裡面 都非常非常高 那因為它現在的價格 其實也非常非常便宜 它是一種 我覺得有一點微斑型的植物 超級無敵漂亮 又把這個撒金曼綠蓉呢 就持續的養著 撒金曼綠蓉真的是還蠻漂亮的耶 因為它的葉子就是這種 金色的 尤其是新葉的時候 這個是新葉子 就是金色的 然後我發現 不知道是不是夏天還是怎麼樣 它的 葉子的顏色 就變得比較淺一點 那我剛收到這一盆的時候 它是 都是基本上是這種綠色的 然後那個時候 可能還天氣沒有這麼熱吧 就沒有這麼多 淺色的葉子 然後我現在拿回來之後 覺得 哦 真的真的越看越漂亮 因為它的 葉形 我覺得很像船的獎耶 就是你知道滑那個龍舟有沒有 滑龍舟那種 那種獎的葉形 然後也非常的長方形嘛 然後我覺得 蠻多的曼綠蓉好像不會有這種 長方形的葉形 大部分都是愛性形狀為主 然後這個葉形我是覺得 還蠻漂亮的 自然長出來就是有斑 它也不是那種就是 哦你 像什麼白斑龜那種啊 比較不穩定的那種斑 但它每一片葉基本上都是有一點斑 只是多跟少耶 然後最特別的是它的 金 大家可以看它的金 金是 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金 大家看 超級漂亮的 所以即使說這個 擺在家裡 你還是可以 有那種粉紅的感覺 因為它的金 是粉紅色 然後 葉子也有這種 青黃色的感覺 然後葉子上面 又有 淺綠跟 黃色的這種交錯 那我覺得比較偏 那種馬賽克的感覺 它的斑塊 大家看起來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斑塊就是很馬賽克耶 非常的馬賽克 跟其他的那種 可能快斑啊 牛奶斑那種 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比較像那種 太斑龜的那種 灑落的感覺 所以它才叫灑金 蠻融星 是因為這樣子嗎 對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已經拿回來 也差不多三個月了 照顧起來是 非常非常的簡單 我就是 塗乾的澆水 然後其實也沒有做什麼 特別的事情 然後它就 努力的在一直往上爬 而且我發現它 其實 自己的 筋 它自己可以 站得很直耶 就不像有一些其他的 蠻融 我發現就養起來 它沒有辦法 自己站得很直 就是你一定要 輔助它 它直接往上爬這樣 就是攀爬能力 偏強 這個攀爬能力 偏強 然後這邊 看一下看 有一個新的 葉子 新的葉子要出來了 so cute super super cute super super pretty OK 推薦給大家 下一個植物呢 非常 非常 非常的 巨大 這一個植物 真的真的 非常非常的巨大 它真的可以長得很大 我那時候 先跟大家講一下 OK 就大家準備好 就是非常非常大 OK 真的是新買 我也不是買什麼特別 OK 就是 什麼 嗯什麼 成熟夜行啊 什麼老蟲什麼 也沒有 OK 這一個就真的 真的本身就很巨大 Ready everybody ready This is 我們當時是Jose Bruno 中文是什麼 喬西布諾曼綠蓉 OK 喬西布諾曼綠蓉 你看我這個是五寸盆 這個盆子跟剛剛那個撒青曼綠蓉 的盆子是一樣的 然後它 長得這麼大 你看這個葉子 這麼大是合理的嗎 這麼大真的是合理的嗎 這個大小我真的是有一點傻眼 因為我買來說 就想說 應該不會這麼大吧 因為 我就是網路上社團買 然後看說 欸應該不會很大吧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大 然後買來之後 喔爆大的 真的是 無敵無敵大耶 然後 看起來也不像是什麼老蟲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但是我看網路上就是其實 基本上它本來葉子就可以長得非常非常大 然後 它是什麼時候買的 我想一下喔 是6月17號到我家的 然後它來了之後呢 瘋狂暴漲欸 我想說一般來 來別人家應該也要就是適應一下 那個環境吧 這麼馬上開始暴漲你知道嗎 它來了之後已經長了三片葉子以上了 我沒有記到非常清楚 但是我記得是想 記得 已經長了三片以上了 就覺得 欸 怎麼會長這麼快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就不太需要適應 我就覺得它真的很好養欸 大家看一下 潮溪布諾曼蓉的 葉子 我覺得它也就是 也是那種比較偏季節般的感覺 它本來的 斑塊 就會跟著季節 做更改 我覺得夏天的時候就是 斑塊比較多 然後顏色比較淺啊 然後 冬天的時候就是可能 深色比較多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真的超漂亮 你看 你看這一個大小 我跟它 放在同一個平面 它 給我的臉 是大兩倍嗎 一倍兩倍 但我還是超級喜歡它這麼大的葉子 因為 隨便擺啊 多好看 然後它現在又長一個新的葉子 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新的葉子 我超期待的 不知道它會長怎麼樣 然後 最近呢就是 瘋狂 看到它就拿 就拿 葉液肥 瘋狂的就是噴它 然後 就希望它葉子長得越來越大 就來了 我家之後呢 也差不多過了兩三個月而已 然後就 瘋狂的暴漲 我也是有點嚇到 如果說大家 覺得 呃 想要一些比較好種的植物的話呢 我覺得 這個 這部呢 我現在種起來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簡單 我覺得我 太多水分 太少水分 它好像都沒有任何反應耶 你看 它完全沒有任何 水傷啊 還是說 曬傷啊 什麼的 都沒有 然後 我就還是這樣 長得非常好 然後還是瘋狂給我掌心的葉子 那大家不要看它這樣喔 我以前會以為它是 地深慢 就是 爬在地板上 它不會 垂直的往上爬 但它其實是 爬慢喔 所以大家 如果 可以的話呢 也是可以給它一個攀爬助爬的 那 我自己也是覺得它好像 自己本身攀爬能力不錯 因為 它已經你看 已經這樣往上漲了 你看有沒有發現 有一些就是 比較 有些就是自己 比較不會爬 雖然說它是爬慢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 大家想要那種爬慢 然後葉子又大的話 非常非常推薦這個 Jose Bruno 喬西布諾曼綠蓉 那現在 當時買的價格是700塊 現在肯定是便宜了很多 我 我在 可能蝦皮上有看到 更便宜的價格 就買完之後發現 欸 怎麼變這麼便宜 然後 就有點 歐這樣 欸太早買了 但沒有 但這一盆呢 買到還是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 它幫我長了好多葉子 然後還是一樣 長得非常健康 非常好的 接下來 下一個 非常 非常難搞 又愛又恨的 就是這一個 竹玉 竹玉 這個是 紅麥豹文竹玉 Marentha Lucanuara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唸 反正我會把 它的英文名字放在這邊 OK 它的學名 OK 它 它 真的 是我 養過 最容易死的 竹玉之一 那它是 我人生養過第四種竹玉吧 然後我這一次呢 就是在蝦皮買了 三寸盆的 三盆 OK 為什麼要買三盆呢 我買了三盆 買三盆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真的太容易被我中死 竹玉真的好難中喔 對我來說我真的覺得好難中喔 竹玉 真的 非常非常的難搞耶 因為 我買三盆 我如果一盆死了 然後我還有兩盆 對不對 OK 然後 如果兩盆死了 我知道還有最後一盆 可以持續再努力 看一下是要怎麼樣做 讓它 繼續的活著 OK 所以我就買了三寸盆 我之前 養過兩三次 兩三次 然後都死了 第二次好像是買一個超大的五寸盆 我想說因為 一般來說 每一次買比較大盆的植物 就是已經是穩根的 然後 就比較不會容易死啊 就是 只要是穩根 然後比較大的植株 代表它比較穩定嘛 比較成熟的一種植物 然後比較 不容易出錯 然後我就買了大盆的 五寸的 這個 紅麥抱人竹玉 結果呢還是養死了 所以 這一次我就是以這個實驗精神呢 我就還是要 來買這個三寸盆的紅麥抱人竹玉 然後大家知道怎麼樣嗎 已經 已經大家看到這樣子 以為我剛買 沒有 我已經買了 從六月買的 現在 九月 欸好像裡面有很久 六七 已經買了三個月了 三個月它也是活得非常好 而且 它有長了新的葉子 OMG 我真的是覺得 成就感超級超級無敵滿 成就感超滿的 大家看 超級漂亮的 OK 我現在就 只拿一個 給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長得比較好 是這一盆啦 雖然說就是 好像也沒有到 非常非常的 漂亮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 以我以前都一直把它重死 來說我真的覺得 我現在已經 成就感很滿了 然後 然後我現在 在 這一個 這盆養的 方法就是 比較讓它待在比較 濕度很高的地方 基本上 它的 那一個區域 大概濕度 是在 九十左右 大概八九十那邊 就是非常非常高的濕度 然後 基本上 土是沒有 在給它乾的這樣 那紅麥爆紋足韻 它的特色呢 就是 OK 它的燕麥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燕麥是 紅色的 大家有看到嗎 超級漂亮的 然後 夜背呢 也是紅色的 紅色的 透出這個紅色的光芒 超級無敵漂亮 然後 我覺得還有特別的點 就是它的生長的方式 它如果長一點的話 它是會垂下來的 就有點像是 就是黃金層那種垂墜感 這樣子 我一直很想把它養成那樣子 的感覺 因為看 國外很多可能 IG啊 或者是一些 照片 它們就是那種垂墜的 紅麥爆紋足韻 真的超級無敵漂亮 然後又長得超級無敵 密密麻麻的 所以我想說 這一次還是要努力一下 讓看一下我可不可以 把它們養到那個樣子 那這一次 紅麥爆紋足韻 還有特別的是 它中間 會有一條 是比較綠色一點的 是有一條比較綠色一點的 的 顏色 就比較淺綠一點 然後周遭是深綠的 那這個紅麥爆紋足韻呢 其實也有綠麥版本 有些人跟我說 就是綠麥的比較好養一點 那 我是還沒有養過綠麥 因為我覺得綠麥 跟紅麥比起來 我覺得紅麥漂亮多 所以 就還是持續的在買進 紅麥的這樣子 然後因為它 你看它的業備 就是整個紅到不行 如果你是把它擺在那種 架子上的話 留下我上面看 就是整個都是超級紅 我就覺得 真的從不同小度看 都會非常的漂亮 所以 紅麥爆紋足韻 現在 還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植物 所以 買了這麼多次 死了這麼多次 還是要持續的養它這樣子 這樣子 下一個 This is 大家可能 有些人對它 陌生也不陌生 其實就是非常熱門的 圓餅景段 慢綠絨 但是是 半夜版本的 這個圓餅景段慢綠絨 那種呢 我在五月底的時候買的 然後 那個時候 就還是 真的是蠻小的 大家 可以看一下圓餅景段慢綠絨 超級漂亮 超級超級無敵漂亮 圓餅景段本來就超美的了 然後 這個半夜的 太美了 那種時候 我買的時候 就是 還蠻小的啦 葉子沒有這麼大 是最近呢 真的是 瘋狂的給它肥料 然後 就是 瘋狂認真照顧之後 才開始給我長大的葉子 因為 中間它還給我長那個 長 戒殼蟲 中間還長戒殼蟲 所以我整個 傻眼 然後 那時候就夜行 就整個歪掉 其實現在還是有一點點小歪掉啦 就這邊還是有一點 怪怪的感覺 但是有漸漸的正常化 就是有努力的把它這樣救回來 啊 還有那時候就是有做一些措施 讓它 可以繼續的活下去 因為現在圓餅景段慢綠絨 半夜的 我看好像沒有很多耶 就網路上 大家有 流通的 好像還蠻少的 那我想要自己把它種大看看 所以呢 那時候就買了一個 這樣子小盆的 那時候我記得買起來 好像 差不多要七八百 這樣 一小盆就要這個價格 我記得吃七八百 不錯 然後 現在 長的 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葉子 就蠻漂亮的 這兩片新的葉子 就非常的漂亮 那好像 長越新的葉子 它的斑長上越少 我現在是有一點害怕 它長到 非常非常大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 變成沒有斑 然後我就 這整個傻眼 你知道嗎 但現在呢 又有一個新的葉子長出來了 我現在是覺得 自從 蟲蟲危機之後 就是 借殼蟲之後呢 它長的速度就越來越快 因為有一段時間 就真的是長得好慢 我想說欸 怎麼都沒有再長 然後後來發現原來是借殼蟲 然後就 趕快努力的處理一下 然後就 趕快努力的處理一下 這個真的非常的漂亮 如果大家 沒有看到 半夜版本的話呢 也可以買一般的版本喔 原名景端真的是 本來就超美的耶 我真的覺得 喜歡蠻融的人 喜歡 尤其是 地生蠻的人 原名景端蠻融 真的非常漂亮 大家 真的可以考慮入手 它的 半夜 目前看起來是有一點像那種 軍律 軍律的感覺 但是 長大之後 我看 其他人的IG圖 看起來 其實 欸 會更好看一點 所以 對我來說就是 還蠻期待它長大的樣子 那 大家很期待說 我後來 的原品景端的update囉 接下來 最後一個 也是我目前 最期待 要看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個 真的討論度超低耶 沒有聽過別人在討論 的一個火赫 然後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為是比較 垂吊型的火赫 現在我看垂吊型的火赫 比較多是 飄帶火赫吧 那如果大家有知道其他 垂吊型的也可以跟我講一下 那這個就是 Anserium Big Bell 大鼻兒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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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鼻兒火赫呢 這個 我真的是 某一天 在植物社群看到 然後覺得 哇 我真的 very very pretty 就真的非常漂亮耶 然後 真的是也沒有什麼 人討論 你知道我有時候就喜歡 買一些 冷門的品種 那這個大鼻兒火赫 就非常的對我味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它最新的葉子 大家可以看到它比較偏 呃 算是 上面很窄 然後上面很橢圓嗎 它其實是一種膠種 它是 Anserium Pandafolium 跟Anserium Cubans 浪葉花族的膠種 它就繼承了Anserium Pandafolium 它那種垂吊型的樣子 但是呢 它的葉子 又有承襲的 Anserium Cubans 也就是浪葉花族的那種 波浪狀的 夜行 所以就是一個就是 垂吊 另外一個就是 夜行 Bass OK 那它兩個交起來 就變成這個 Anserium Big Bell 大鼻兒火赫 我覺得它名字超可愛 就是 大鼻兒 如果說有人叫什麼 Amanda 會不會叫什麼 Anserium Big Amanda 就是大亞曼達火赫 這樣之類的 就可以加入 你知道自己的英文名字 我叫什麼 例如說叫 John 什麼 Big John Anserium Big John 之類的 之類的 大約翰火赫 之類的 說不定有 OK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認真講回來這個 Big Bell 這個真的是我最新買的 它是7月底買的 到我家已經有一個多月了 然後現在 我覺得長起來呢 它就是除了 就是這一片 剛買來的時候 就這一片 適應不良 所以就整個大椒葉有沒有 椒葉到不行 然後我就是整個忙到 也沒有時間把它剪掉 所以它就是 一個椒葉還是在這裡 它就是椒葉還是在這 對沒錯 椒葉還是在這 但是呢 下一個葉子 就下一個葉子 長得超級漂亮 也就是剛剛給大家看的這個 它的葉子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是有一點 我覺得它還是算是滑順啊 摸起來是很滑的感覺 非常滑的感覺 但是就是葉脈那邊 就會有一點小小的微粗糙 但看起來整體上都是偏滑順平滑的感覺 連它的這個葉子的外型啊 都是非常的滑順 就是這邊就是這樣一個 大椒圓形 然後呢 夜間是這樣剪剪的 所以我覺得 它未來長起來 看了網路上的圖 真的覺得 哇哦 看起來就超級像 一顆水母 超級大顆水母 你知道嗎 就是水母要 往前衝的時候 它不是會把它那個手這樣 觸腳這樣收起來 就很像水母 然後它把手收起來的感覺 它長大成熟體的時候會長那樣 然後想說 哇哦 so cool 我也想要有一個水母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Big Bell Big Bell 然後我現在 也是把它吊掛起來 因為我覺得它這樣吊起來 就還是蠻漂亮的 然後裡面我現在是用 就是照它原本來的時候 就是 水苔也是水苔重的 那基本上 常澆水沒什麼問題啦 那 就是很濕潤啦 就是照我自己的澆水平 大概兩三天 就是整個澆透啦 環境濕度也是 算是高的 那邊 所以 這個Big Bell 我覺得目前為止 夏天來說 它還是長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它是不是可能 是不怕熱的一種品種 所以 在我這一個多月的試驗起來 它的葉子是長得越來越好的 跟它來的時候 原本的時候的差別是有的 還是說有哪一些新的品種 因為我現在真的 比較想要的是 大造飄帶火荷 也是這種會垂墜下來的 但我現在有看到那種 絲絨質感的飄帶火荷 現在更想要那個版本 如果 大家有發現哪裡有賣的話 也是要跟我講一下 OK 謝謝 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新入手的六款植物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 最近剛入手的植物呢 也歡迎和我說 我也可以看一下說 哪些新的品種 我也可以來去看一下 然後我的頻道呢 也會定期的update影片 有關植物的內容 隔週五我會上片喔 那大家就盡情期待 週末愉快 掰掰